平日寂静的乔治市古迹区突然迎来远道而来的客人 41位来自欧亚国家的朋友来到这里参加文化遗产研讨会 当然也会穿梭在一座座古迹中 我从娴国 我真的有趣的文化和传统的文化 而是中国人的文化 它是非常美丽的 当时提供的文化 这是一个很棒的例子 它是可以混合了日常生活和历史 我来自尼远 我感到興趣的文化,想知道別人的文化 我想分享一些文化 我來自 Sevilla, Spain 它是非常豐富 要有三個不同的文化 在一間的空間 是非常豐富 我想可以幫助其他人 要知道很多文化 在一間的地方 所以我鼓勵大家去訪問 一連兩個星期的古蹟遊覽和研討會 還真的讓來自各國的朋友 留下深刻的印象 主辦單位也特地安排了一場 名為我們眼中的文化遺產影像展覽會 這個畫面的意思是 是在馬來西亞的重要性 因為在這畫面 你可以看到四個不同的人 但他們都有不同的故事 我認為這裡在馬來西亞 尤其是在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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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來沒有想到 離中國這麼近的一個小島上 然後有這麼震撼的文化 因為它可以把中西方的文化 很好很完美的結合在一起 然後就是讓我感覺很震撼 就是不僅表現的衝突 更表現更多的是融合 這重要的一點是 不只是在街上去看 的桌子 而是去 Blick 我們自己去其中 然後也來看看 其餘的朋友 出去的人 很驚人 可以跟他們 去聚中市 更有關的 教育城市 台南 尤其是在嵌城 十七年 然後我去吉隆坡讀書三年 我覺得這是一個 重新認識的會 所以就觉得自己身为槟城人的真的很光荣 然后过后他们真的觉得槟城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食物方面 古迹方面 然后我觉得身为槟城人还有马来西亚人 我们本身应该更加活跃于好像保存这些文化工作的东西 外国游客把乔治市古迹当保看待 身为槟城人的我们 当然更应该为槟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感到光荣 甚至加入推动古迹意识的行列 热爱文化的林毅常就是其中一位积极推动乔治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心人 每回谈到文化遗产 他总是很兴奋 尤其在乔治市的生怡的时候 我们强调的并不只是房子 而是这个城市它的种族 它的人民 对不对 就是我们有三大种族 还有其他的少数民族 他们的文化 还有他们的节庆 就是这城市的人民的节庆 还有我们的文化节庆 我们的庙啊 对不对 我们的宗教啊 还有包括我们的传统行业之类 这些东西是组成我们在生怡的一个部分 我们是结合了中西方的东西方的贸易 好像说讲华人 我们现在华人的文化是跟中国的华人文化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已经容纳了很多族群的文化 对不对 你知道你现在在槟城 你几幅找不到一个纯潮州文化 纯闽南文化 纯广东化 不可能了 包括我们的语言 所以这些都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作为槟城市一半市处顾问 如何让更多平民百姓了解文化遗产的重要 并且抛砖引玉 邀请更多人加入保护文化苦绩的行列 是林毅常一直努力的事 入园时候有很大改变 而且是年轻人 很多人开始在关注了 然后有一天的时候我就跟着几个朋友去求公司 然后呢 就看到他的保安人员 不是到一个保安人员 天呐 哇 他不认识我吗 他很厉害 哇 这个哦 这个就是山羊开带 哇 这个就是招财进宝 哇 这个24校 哇 比我还厉害 所以 哇 这个我觉得目的达到了 然后 因为我们希望全民 全民都能够去感体会 而且感受 而且能够appreciate 去欣赏我们的文化遗产 而且他会觉得很自豪说 哦 我们有这样的东西 哇 这句话就够了 林玉昌希望引起更多人对古迹的好奇和兴趣 所以这次特地带领年轻朋友去寻找孙中山在槟城的遗迹 也是从1905年到1911年孙中山来过槟城至少五次 然后呢 他在槟城呢 就自从1905年来到槟城之后 他就在槟城遇到他的几个终身的支持者 除此之外呢 他也在槟城呢 做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比方说 1911年的一个最著名的花花钢起义 其实孙中山呢 在槟城留下不少的足迹 而且他的支持者也在槟城留下不少的足迹 所以我们这个孙中山死去寻言呢 就是在讲述孙中山跟他支持者 在槟城所留下的一些文化遗产 说到孙中山在槟城的史迹 林玉昌总是滔滔不绝 在7月庆祝乔治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活动中 他也会主讲孙中山在槟城的史迹 当然 寻找有关孙中山的历史足迹 是庆祝乔治市入仪的活动之一 这个星期四到星期六的庆典活动当中 凸显各族文化融会的活动也少不了 例如介绍富有本地文化味道的扁淡饭 来到乔治市古迹区的这个街角 仿佛就进入了我们阿公南来时的时光隧道 这是主办单位别出心裁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独特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那么在去年就2010年的民意直开放日 就以这样的鲜明的生活为主题 那么是在去年2010年开始有这样一个构思 就说不然就开始收集先人的资料 那么把先人的试剂展示给我们的年轻一代 所以就开始这样构思了 去年因为我们的宣传不够 人数不是很多 但是参观者都有机会 比较认真的 比较仔细地去参观每个摊格 而且去体验每个摊格的那种文化的互动 所以从那时候就想 我们可以把它扩大来组织 要保护文化遗产 不能只是随便讲讲而已 除了搞活动让更多人知道之外 更需要让更多人行动起来 一起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那个石中山和这个文化的地方 我发现到 就以前我都没有接触过这些文化的东西 所以透过这些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那些文化 了解更多的文化的东西 那今天觉得非常开心能够见识到我们乔治市的这个古迹区 那能够让我感觉到好像回到了一个时光隧道一样 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说明年我会带着我家人 然后我们全家人一起穿塘装来这边 来庆祝庆祝 然后来感觉一下这个时光隧道的这个感觉 来这边读书一年半 然后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的那些他们随文化阶之类的节目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 然后也觉得很新鲜 真的很值得保留下去 然后希望说政府可以每年都一直这样子继续的把它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其实槟城 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整齐一个文化的地方 一连串的庆祝活动掀起了大家对乔治市入仪的骄傲和重视 但愿这股热力一直能够延续下去 让槟城的文化遗产能够在时代的洪流当中 彰显出它不平凡的意义和价值 继续的感动每一名过客 回来让我们带您到飞翼班的地点尽找槟城的美食 别走开 我们下期再见